您看一看的是 一般宅男封的都是辣妹 但是来到新竹 一堆宅男摄影师 她们封的却是饰饼婆婆 这位看似朴实的客家妇女 她本身不但是研究所的高材生 还是台湾第一代 使用脸书的爱好者 在这样传统产业当中 她跟家人不断地研发 改变饰品的制作 又坚持一定要留下 纯天然的好味道 也创造了百万业绩 她也堪称是超级女生 做饰饼是靠天吃饭的行业 而传统上要是没有太阳晒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因为下一天雨 得花三天的成本钱 为了要做出好吃 而且不会色的饰饼 背后得花上用心爱心苦心 耐心跟良心 而对于刘家姐弟而言 每一个饰饼都是她们的宝贝 那我是网路上的 韬鸿的饰饼婆 网路上有几十万张 我的三家五零的照片 我这次看到我的照片 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怎么会那么漂亮啊 其实我目前的工作是在台北市政府担任主任 那我们六个兄弟姐妹 只有最小的弟弟 他承接这个产业 所以每逢假日的时候 我都回来帮他的忙 把做饰饼快乐 温馨幸福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我们家的柿子树 四百年前 祖先来台湾的时候 它就种在我们这边的秋连地 我妈妈说这个做饰饼实在是太辛苦了 你以后不要嫁给做饰饼的人 你可能烤饰饼烤到半夜一两点睡 五六点就要起来 后来遇到我先生 嫁给我先生之后 生活是很好的 但是我想到家乡的父母亲 这么辛苦 我每次到秋天的时候 看到那个风在吹竹子的叶子 或者是那个风在摆动的时候 我就想家 我想要回去帮我妈妈忙 所以每到这个季节 我没有回来 我都心里都好牵挂 好像这个跟人家的约定 跟秋天的约定 跟风的约定 都没有达到完成这样子 大姐她就是从小就非常疼我 所以她就是说 看了我们那一段很难挨的时间 她就说你做这么辛苦 又没赚到钱 你干脆这个饰品的行业放假好了 我有退签 今天可以养老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既然有心做 我做不起来 我还是母朋友都说 除非我趴下去这样子 大姐姐我非常感激你们 我这个弟弟都拖累你们 不然你们假日都可以休息了 有好几年是我们的消费者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市场在哪里 每年都做很多饰品去丢调 现在是我们共同一组 以前我们是做了整个仓库 甚至又拿去当肥料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这种很傻瓜的方式 去做饰品 是因为它的味道 它的口感 是一般不是水工做的 没有办法併分的 饰子对来说 它是像一个非常垂菜的宝食 在我的生命中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在我有生之年 我会一直投入在这个产业里面 把这幸福 喜悦和温馨 分享给所有的人